大家好,我是Kelvin, 欢迎回来KelvinLow讲投资 今集IB收息系列第18集, 讲美国市政债券基金 美国市政债券基金也是封闭型基金CEF的一种 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付30%股息税 但如果在IB买的话, 某些基金会先扣起, 下一年才退回股息税 美国市政债券基金主要是投资在不同地方的政府或机构债券 要来建桥、建路、建医院等等 市政债相对的评级是比较高的 大部分都是在3条B以上的投资级别 当然回报相对比较低, 通常大概有2-4% 基金为了提升回报, 通常都会投资一些长年期 和会适度的用杠杆 最终的回报大概是4-6% 这里是Portfoliovisualizer.com 可以帮我们选择我们想要的市政债券基金 我们选择我们选择Cef 然后选择Municipal point 然后选择Update table 可以看到总共有284个 我们试试Sort by yield 整体表都会看到不少 例如分名, 本身的Categories 这种是加州, PCQ这种是卖加州的 过往表现, 风险系数, yield 整个基金市值,成立日期 我们用PCQ做例子 上面看到XPCQX 这个是用NAV来做计算 我们按入PCQ 刚才有说,主要是投资加州市政债 后面可以再按进去看看不同的风险提数 Return等等 我比较关心回报 按进去Return 拉长来看10年15年 平均有8%回报 现在我们再去Morningstar.com 看多些资料 它现价15.91 NAV是13.52 有17%的Premium 它的Leverage Ratio有48.48% 在Morningstar看它只有4.9% 跟刚才不一样,我们自己计算一下 拉下去看看 Distribution在1月的时候就减了牌试 由0.077 减到0.065 如果用0.065去计算 这里就只有4.9% 可能之前Portfolio Visualizer 用了旧牌试来计算 所以这里大家要小心 再看看PCQ拿出什么债 这里虽然表现不到PCQ的债评级 但整个Category 9成以上都是3条B或以上 它拿着93.75%是市政债 其中20%是state and local general application 这些债评约 它用来还债息的钱是由税收得来的 相对违约的机会比较低 其他73%是不同公共设施 它有7成的债是4-6%回报 也算是比较高回报 年期方面有9成都是15年以上 最后看看state big down 9成半是California 有2%是Ian Laws 我自己选择了几个市政债基金 来做对比 刚才说的PCQ PML 这两个都是Pingo 有一个NEA 和NMZ 这两个是Luvine 其中NEA是最大市值的市政债基金 另外加上OIA是Investgo 其中NEA在最近跌市的防守力算是最好的 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 最重要是看基金主要投资哪个州 尽量分散少少 不要太集中在一个州里面 另外有2点想大家留意一下 虽然市政债是相对安全 但不代表100%不会违约 只是违约的机会比较小 另外再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PCQ 和GGM 6个月的价格图 GGM大家应该记得 是投资高需债券的 之前也有说过 可以看到这两个基金 投资不同平级的债券 但这6个月的价格表现非常接近 究竟是不是我之前所说的 高回报等于高风险 低回报未必等于低风险 大家自行判断 CEF暂时说到这里 今集只是讨论市政债券基金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自己投资自己负责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